主席 麻煩請部長 有請胡部長 各位你好 平均一天上班幾個小時 一天啊 早上七點半到辦公室 有時候晚上到八九點以後 才會回到家 披著太陽出來 帶著月亮回家 現在政府官大概都這樣了 包括我們的事務官、書長也都是這樣 沒有禮拜的禮拜天很辛苦 昨天報紙寫 世新大學八年走了八個教授 我談這個題目是要關心 我們教育人才 因為要培養一個好的教育 主管人員實在不容易 這個是比百年素人 還要更重要 因為他是要有能力有擔當 去處理教育上的 任何政策改革的問題 所以體力 身體精神各方面 都是要是最佳的狀態 那你看世新大學 他們說八年走了八個教授 有猝死 有心肌梗散 有癌症 而且有那種不該走的他也走掉了 會不免讓我們覺得 是不是教育界的這些 教授也好 真的用心的人 他們在自己的身體照顧上面 疏忽還是體力透支 以至到最後一年早逝 你們有沒有去考慮過 你們一直都要關心別人的問題 有沒有去考慮過 你們自己的身體更重要 謝謝委員這樣的貼心 這樣的關心 的確有時候 因為整個教育工作很繁重 有時候很想休假一兩天 但是呢 事實上我從當公務員 當教員之後 沒有休過假 所以沒有說 好命到處 這樣不可能的事情 幾乎每天一個禮拜 上班七天 天天都很多事情忙不完 是 一個禮拜上班七天 一年上班365天 幾乎天天都在工作 過年放假那幾天才算回家 像這樣體力透支 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 像以你自己 有沒有什麼 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舒展身心 我知道你現在有孫子 你也不喝酒 你做習 應該回到家做習 也很正常 那除了這個以外 有沒有什麼 你們要勉勵 或是要鼓勵 我們的教育人 人員 這些行政人員 也要自己要保重自己的身體 每年有沒有都做健康檢查 有健康檢查 這倒是有 但是健康檢查也是不好 跟這位也是一樣 你看四星大學 這可能是冰山一角 還有很多 這些真的 勞心勞力的教育人員 健康問題是值得關切 很多人都忙了 忘了自己的身體 沒錯 像這種教育 又不是做粗重的工作 只是努心努力 體力有 可能長期的耗資 但是實際上 沒有做很粗重工作 不應該是這麼的一個 心理負擔有時候也很重 心理負擔重 那我們談心理負擔 昨天爆發的那個 新北市的這個 營養午餐的收會 現在有人收押 我剛看了報紙 收押的人是說 我不承認 我沒有收 所以呢 覺得你會串供 覺得你不誠實 所以收押 另外有一個 一百萬交保 三個二十萬交保 說有 我有收 我有拿 我有把這個 評審名單透露給這些 那個便當盒的廠商 所以呢 那些人交保 那我也覺得奇怪 到底 而且聽說 已經被收押就要解職 有交保呢 調離職務 有點矛盾耶 到底收押的人說 我沒有收 是他強詞應變 還是 真的沒有收 不清楚 但他現在被收押 有一下就承認說 有 我有收 我自信我毀過 所以呢 他就用交保 我們現在不管這些人 備收要被交保 你覺得會不會還有 更多的 全省各地 有更多 類似新北市的這些學校 是我想 我們有這樣擔心啦 所以我們 這個 體育師啊 在今年呢 在二月份 還有在六月份 分別兩次呢 去韓各縣市交易局 要求呢 要督導 把餐飲 要做好 那麼對餐飲廠商呢 不應該有不當的這個 謀利 這些事情發生 不得收取回扣 不得要求廠商免費 工廠給老師 要求廠商要 也不得要求廠商要支付 貧困學生 午餐會 等等呢 這種不當的要求 甚至有時候 也不得要求廠商 對其他有什麼贊助回饋 希望一切呢 要依這個招標規定 甚至也不得接受廠商的招待 所以我們有兩次行文啦 所以如果說 真的還有四次發生 我們覺得很遺憾 而且 發生犯法 就要依法延處 好 你的發文 他如果有收沒有到 他根本沒有感覺的話呢 這第一 第二就是 新北市他現在 敢大刀破壞的去做 全省各地還有多少 類似新北市的這些校長 實在真不應該 不應該 身為一個學校的校長 就是這個學校的領導人 竟然可以暗中抽取回扣 而且拿學生這些 營養午餐三個兩個也好 我說實在 那真的開玩笑 說去本門拿那些錢 這樣為小孩的幸福來百姓 沒有良心啦 真的楊毛出在楊身上 他拿了這些回扣 即使是兼給學校的話呢 這個還是從學生的營養餐裡面 扣下來的 到最後還是學生兼給學校的 那不應該這樣做 你看電視報導出來的 學生營養午餐 那還沒看你 嗯 我覺得 有人說什麼盤子 那個菜邊 還有一些什麼蟲啊 什麼廢菜啊 廢物一大堆 這些東西就是管理的問題嘛 管理就是 我們經常在講嘛 太頭生理有人做 了解生理沒有人 沒有錯 他成本一旦降低 他沒有辦法 有盈利的時候 他只好從這些食材方面去下手 所以這個事情發生 我只要要延除了 我在五月份的時候 我有正式跟院會一個臨時提案 就是希望去查查所有學校 營養午餐有沒有被收取回扣 對 的問題 到現在也沒有給我答覆 對你們查了結果怎樣 是 我在十月十七號又提了一份臨時提案 正式跟院會提臨時提案 另外一個未爆炸的炸彈 未爆炸彈 福利社裡面的制服 皮帶 書包 文具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用家價去賣給學生 這些學生 所有的錢都來自於家長 已經是雙重負擔 福利社你還要再賺一手 要不要去查查 我們是有行文到縣市政府去 要求轉到學校去 除了行文以外呢 要去要求 因為這種學校的管理事實上 地方政府的權責啦 教育部只是政策上要求 然後你希望這個事情不要再發生 你的要求有沒有辦法 要 所有地方政府去查查他們的學校 福利社進貨出貨到底 你除了管理費用 譬如說福利社總有一兩個人員在那邊賣東西 那個基本開銷 不為過 但是不能夠福利社把它當成真福利 真魔力 對 給學校這些教職員每年還要分紅 對我不應該啦 所以有 是不是可以請教育部 我們行文過去給各縣市政府 要各縣市政府的教育局 去查查各學校回報回來 我的學校所有的東西 福利社所有的東西 進貨跟出貨 一定都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裡面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我們哪一個 叫做不難啊 對 讓他們先自白啊 是 對不對 讓他們先自我反省 有馬上改進 沒有的話 那我們以後去抽查的時候 我說你說白柵 你白柵給我說你 你這個學校 福利社並沒有坑學生的錢 並沒有A家長的錢 並沒有把家長當成提款機 但是 我們查到的時候 他仍然在謀利 仍然在A學生的錢 約A家長的錢 這樣是不是非常要不得 一個學校是 教育單位耶 竟然可以做這種魅良心的事業 我實在覺得非常可恥 我想時空環境改變 過去就用福利社 發給老師三節一個福利金 這種做法已經不合時宜 我們不能拿學生的福利 然後來作為對老師三節的表示 我想這是不當的 學生三節給老師來表示 我請問老師有什麼資格 在三節裡面要學生送禮 這是不是算送禮 是福利社送出來就是學生的錢 從學生身上扒出來的這個血漢錢 學生的錢哪裡來都家長 家長已經叫苦臨天了 你今天又從他身上拿錢 累積起來三節去送給老師 這老師怎麼用得下去 吃得下去 我想很多老師都不會接受 但是這種傳統的機器要改變 另外我再談一個 南部有一個大學生撿到一個電腦 之後趕快拿去見價 見價說這個電腦大概多少錢 馬上告訴那個疑失電腦的另外一個學生 說我跟你見價這三萬多 我要拿你三成的什麼置物佣金 所以你一定要給我一萬塊 如果沒有給我一萬塊 我這個電腦不還給你 教育敗壞到這種程度 這是一種教育的失敗 總統在前天在環球科大孝星也提到 他特別為什麼在建國百年表揚這個洋王牡丹 他一個收垃圾的人 他獎到了一百一十萬 他在想這個丟掉領地會很著急 這不是我的錢 他送到警察局去 一個沒打切 收俗方的人都能夠這樣做 一個練到大學 還有兩個法律系的 他知道法律有百分之三十的 他的這個儲友 這都是一種教育的失敗 我是認為很難過 而且聽說對方不給他 他還說那我要給你寄純正信函 這種誤用法律 在教育人家經常說 把主板打得這麼拚去 你看一個小學生 撿到錢都會送到警察局 或是站在原地等這些遺事的人過來領 很多計程車司機 他們每天才賺一千塊兩千塊 他也沒有受很高等教育 但他撿到客人的錢 他們馬上全部原封不動的送到警察局 而且連一個紅包都不收 竟然現在還出現大學生硬要名要 而且還要在警察局簽字 這樣子他也敢拿 我們教育要檢討 三千塊拿了以後能做什麼 我很慚愧 沒有把孩子叫好我很慚愧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教育的課題 不合情不合理 這是一個雖然是負面教材 但是是一個可以讓學生知道如何知恥之愛 自重人重 你今天你如果沒有拿三千塊 可能人家不會包紅包給你了 那是大家最慶祝的 但是你自己說我要要多少錢 沒有多少錢不可以的時候 那種情感完全不見 感覺不一樣 而且人與人之間的那種人情之淡薄 讓我們覺得非常看顏 品德教育還是要加強 道德教育要加強 最後要談紐倫堡 這一次拿了二十六斤四十五銀十二銅加一個特別獎 這些孩子幾乎都是季質教育的孩子 這些孩子都是家裡很貧困 自己很認真 出國除了現在教育部有一些補貼以外 好多都需要媽媽拼花 爸爸去救錢 這樣才可以出國比賽 所以部長 我們真的要多關心一點 這些用心用工辛苦培育出來的 這些專業人才 以後可能會有很多的郭台銘 會有很多的 會不會提醒你 作詞它們的充足 不斷 可以進去嗎 不再進去嗎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